在週末艷陽天的一大清早 2014純吃茶Try it三對三鬥牛賽 在新北市板橋第二運動場熱鬧開打 身為國內最盛大的三對三鬥牛聯賽之一 今年的比賽照慣例進行北中南三區的分區 預賽分成六個組別 吸引到超過兩千支球隊七千六百名熱血 殘賽者前來角逐最後的冠軍寶座 今年最主要是我們具體的都是我們 都是大學或是高中的這些年輕朋友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能夠傳遞的一個品牌的價值 譬如說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我們說不做不會怎麼樣 做的會很不一樣 所以竹梦踏實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一些年輕朋友們 能夠想做就趁現在 說起今年的比賽現場 除了球員們在場上爭鋒相對以外 球場外也被塑造成宛如嘉年華的熱鬧場面 而且不要以為這種地方 只有籃球咖才會出現 我們還在現場發現英雄聯盟的cosplay 啦啦隊呢 因為我們的社長就是他特別喜歡打英雄聯盟 所以他就是逼我們這些社員要陪他來 就是幫他加油然後打扮成這樣 就想說可以增進社員感情 就想說逼他們來 對 沒有這樣子可以吸引對手蘇伊利 他們就會分心 經過了連續好幾天的大雨 這個超級艷陽天可以說來的正是時候 把大家快要發霉的熱情瞬間點燃 無論是在球場上比賽的球員 還是場外加油看熱鬧的民眾 都能夠盡情揮灑汗水 享受陽光 在這個熱鬧的運動場上留下難忘的回憶 我來TV新聞張建宏 校外風采訪報導